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也是黑豹传承系列的图像 正下方是漫威营业的黑豹标准字 左右两侧都有黑豹的角色图 盒子的上方也有黑豹的专属logo 背后就是满版的黑豹美术图片 黑豹 雕刻 这款黑豹的造型基本上是采用了 《美国队长3 英雄内战》当中 黑豹首饰登场的服装 整体在服装上的纹路及细节都相当的完整 主要在项链上有明显的刻画出来 整体是以黑色的主色系 搭配银色的细节来点缀的 可动 头可以转动 肩膀可以平举 手上方有旋转点 手臂为两段式关节 手腕可以转动 胸道腰可以前与后 腰可以旋转 腿可以张开 腿上方可以转动 腿上方可以转动 膝盖为双关节 脚踝也可以转动 配件 两颗头雕 一颗黑豹面具头雕 面具的刻画细节都有表现出来 一颗地茶辣的头雕 相似度极高 嘴角的右边有轻微翘起来的微笑 两副替换手 一副张开准备攻击的暴爪手 一副握拳的手 比较 这款与2016年每对三的黑豹放在一起的话 基本上就是相同的模具 并没有太大的差别 但如果换上了地茶辣的头雕的话 基本上今年这款玩具就会是完胜 因为当年的这款头雕 并没有使用成熟的印刷技术 虽当时有一些角色的头雕 看起来也是看得出像谁 但相似度并不高 另外当年也没有附上替换手 那这款与2018年黑豹电影的 第二波黑豹放在一起比较的话 也是一模一样的模具 并没有明显的差异 但如果换上地茶辣头雕的话 也是相同的模具 2018年这款眼睛比较雾一点 而今年这款眼睛比较清楚 而且还有白色的光点 让眼神更加立体 肤色及嘴唇的颜色也有些微的不同 总结 这款玩具基本上并不属于必修玩具 主要是因为之前就出过这造型 唯一明显的不同 就是地茶辣头雕的涂装 但是如果你之前没有收过黑豹的玩具 或是每对三黑豹造型的话 这一次会是你入手的好时机 而且它还是我马签订的玩具 还有一个卖点 就是黑豹传承的全新包装 也是相当的漂亮 以上就是这次的开箱影片 希望这支影片有帮助到你 那你有收集黑豹的电影玩具吗 还是你有什么不一样的想法 都可以在下方留言跟我们分享一下 小铃铛按下去可以提醒我的新影片 追踪爱趣可以看到更多生活的花絮 想看更多影片的话别忘了订阅我 喜欢的话请记得帮我按个喜欢 那么Cookie Time 下次见啦 Waganda Forever